高雄的海巡队接获通报说有两名越南籍的渔工跳船 他们把保利龙板当船想要滑到岸上来 但因为体力不支也被当场逮个阵脚 最新情况在跟记者高梦柔 好 主播高雄海巡队接获通报说在高雄港的外海疑似有渔工偷渡 没想到画面上我们看到真的是两个渔工 背对背坐在保利龙板上面随着波浪来漂流 原来他们原本是在一艘琉球籍的渔船上面工作 不过因为嫌心血太少半夜跳船想要滑到岸上来 不过因为体力不支只随着波浪到处的漂流了 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时由于这个鱼工呢 因为太紧张了 从船本上站起来 调到海里面去 海巡人员赶紧协助他们 把他们救上船 根据这个鱼工来共撑的 因为他们觉得在船上 工作很辛苦 薪水又很低 每个月只有300元的美金 因此想要才会在半夜呢 偷偷的想要用这个 保力龙的板子呢 想要偷渡上岸哦 不过从前一点晚上 9点就开始游泳 已经泡水 泡了11个小时 真的是体力不支了 才会在海上漂流 被其他的渔船发现 以上四代高文正义情况 将镜头交换给彭内主播 好我们谢谢孟柔 更多新闻锁定中天 马上回来